我们来学习一下卡夫卡的架构以及核心概念 我这地方贴了一张图 这个图也是从官网上面过来的 来有几个概念 一生产者 第二个卡夫卡集群 第三个消费者 好 我们到笔记上面来详细记录一下 卡卡的一个架构 那么有几个关键的 第一个是producer 生产者 第二个是consumer消费者 第三个是我们的broker broker是什么的 你看中间这里 这里边有个卡夫卡集群是吧 卡夫卡 一个卡夫卡相当于是一个broker 一个男子 一个男子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概念叫topic的概念 好 我们分别来解释一下 生产者 我们很好理解 生产者 那么就是生产馒头的 生产馒头的 对不对 这个对象他生产馒头的 第二个消费者也很好理解 那么就是吃馒头的 馒头的 上面的话就好比是nomal 下面的话好比是你 你就管管你吃就行了 好 第三个是一个broker broker什么呢 相当于就是一个男子 一个男子 生产东西先丢男子里面 然后消费者在从男子里面取出来吃就行 还有一个topic 这是一个主题的概念 这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他会给馒头 给馒头 把一个标签 比如说 有一个标签叫A 好吧 A标签 topic A 这个标签是给你吃的 这个标签的馒头是给你吃的 还有一个topic B 这个标签的馒头是给你弟弟吃的是吧 不同的馒头它是给不同的人吃 那么如何区分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从馒头上面做手脚 打个标签就行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卡夫卡里面的几个概念哈 一定要知道 一个broker相当于就是一个卡夫卡 好 那么我们回到官网上面来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里面还有几个概念哈 第一个概念是卡夫卡它能够运行在一个集群上面 以一个或者是多个sever 什么意思呢 一个broker还是多个broker 王子不够了 你就多放几个档子 这不就是多个卡夫卡吗 对不对 第二个卡夫卡集群它能够存储你的stream这牛的记录 这个记录它是以分门别类的叫做topic 这地方我刚才已经说了 以馒头为例 给馒头打下标签 它叫做topic A给你吃的 topic B给你弟弟吃的 同理他会把卡夫卡里面的这些消息记录 也给你打个标签 打个标签以后就能够做到一个什么好处呢 消费者不是说谁生产的馒头他都能吃的 不是的 那么这样的话不同的生产者生产出来的馒头 比如说你爸爸也做馒头了 那么消费者是可以选择性的吃的 你只吃你老爸做的还是只吃你老妈做的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意思 把这个消息记录以分门别类的方式给他取出来 他叫做topic 然后每一条记录它都是有一个key 有一个value和一个时间戳所构成 有这三个要素构成的 那么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下面这里 topic和日志的一个关系 然后分布式的 还有什么生产者消费者 消费者这里面都有详细的描述如何进行保证的 这个部分的文章希望你们自己好好看一下 那么对于我们卡不卡的一个架构 你只需要理解四个概念 生产者消费者broker以及topic 就ok了哈 ~! 1 7 8 18 7 8 感谢观看